後櫃車開箭車道 卻減速打了雙黃燈 透過車窗看到駕駛 暫停在測速照相機旁 車子平行停著 駕駛卻站起來拿出噴漆 噴滿螢幕玻璃 立刻出現兩坨白漆 直到廠商發現拍不到了 馬上報警 遭到破壞的測速照相機 設置在小港南新路上 是今年七月初才啟用 路段限速四十公里 只要開罰就是一千兩百塊 警方售後調出監視器 才發現是駕駛 因為不滿曾經被開單 居然遷入照相機 新設的側觸照相機 限速四十公里 被抱怨太慢了 一個月累計拍出三十張罰單 金額五萬 沒想到因為違規開罰被報酬 出估維修費用兩萬塊錢 噴氣駕駛不但要賠錢 還要被依法喊送 得不償失 記者劉明衛 高雄報道 他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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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感谢观看